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金正恩上任六年之后 这个世界对他更加了解了吗 更加认识这位北韩第三代领导人 今天我们试着从庶民的角度 一窥这一个神秘的国度 一个台湾人为什么会跑到北韩去 去帮金正恩养龙虾呢 这只是公的 旁边 哎呦 好跳跳耶 对吧 这只刚脱完壳 它的壳是软的 脱壳就是它要长大的时候 然后也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每只虾脱壳的时候 其他虾就到旁边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躲藏壳 谈起龙虾经 头头是道 成将被号称澳洲淡雪龙虾 全台最大面积的养殖业者 这是我们的室内养殖场 占尽1000平 为什么会用黑色的网子呢 因为这个虾在暴软的时候 其实是怕滑的 24匙 每匙里面可以放2000只的暴软虾 每一只虾 每次大概200到300颗的虾卵 养龙虾养出心得 偶然看见一则新闻 引起她的注意 国际媒体报告 金正恩 判断了 林正恩甚至手拿龙虾 亲自指导 国外媒体报导 曾经留学瑞士的 金正恩爱吃美食 两年前他把虾苗送到养殖场 但到现在龙虾还是养不好 让他大骂管理人员 无能思考方式僵化 不负责任 有一天不经意的 Facebook上面就出来一道新闻 我们金大主席 养龙虾养不活 就把那个经理抢毙了 我心里面想怎么可能 一般人听到北韩 金正恩 两个关键字就怕了 可是看到这新闻 陈家福不但没在怕 还突发奇想 我有这个技术 假如我会去养虾 第一个我会得到 我应得的宣传效果 第二个我觉得 能够让他们的百姓有虾吃 其实是好事一桩 这种机会也不多 然后我就决定说 好那我要告诉他 我愿意自费到北韩 把这个养虾技术给他们 我跟妈妈就听到有点吓到 然后我就说 爸爸去那么恐怖的地方 你会不会怕 他就说有什么我怕的 然后我就跟妈妈 就有点紧张 然后妈妈就一直问爸爸说 这样安全吗 他去了他要怎么对你 我们是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对啊 我想像如果去了 我联络不到他 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我跟他说那你有什么联系的方式 可以给我 没有 住哪里 不知道 我可以跟谁联系 没有 都没有啊 不了解陈家福的人 或许第一反应 他是疯了还是傻了 他的老朋友 500 and China Blue的团长 小朱老师 直到劝也没用 可是不免担心 我是觉得这是 薄命 因为 因为我在跟家福说 我们就朋友就劝他 老婆小孩都在 对不对 你去 如果养不好 这一定挂了 应该就是很惨 那如果养得好 可能也回不来 那怎么办 考虑一下 家福是一个很多事情很直觉 想到可以做他就去做的人 很快 很拦不住 对 拦不住 不是什么雄心抱着胆 但是就是比较不合常理 通常就是 去北韩干嘛 可是第一个我觉得 我这个人很喜欢一些新的经验 第二个我觉得我做得好的话 我也会有些媒体效应 第三个能够养虾 能够造福他们的百姓 是好事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北韩的物资很缺乏嘛 所以你判断完每个点都是正确的 然后也增加自己的阅历 而且这个阅历叫做 钱无仅仅有 我觉得机会很难得 为什么不去呢 下定决心后 陈家福立刻提笔写信 给伟大的金正恩主席 只不过信要寄到哪里去 网路上面写的他的地址 然后就写金正恩大元帅 就是请香港的朋友 把我的信件翻译成韩文 送到香港的北韩领事馆 去了当场被轰出去 因为他做错一件事情 他用南韩的文法去翻译 所以那个领事馆的人出去 我们不跟任何有南韩往来的人 做任何的往来 OK 好 然后我想说那怎么办呢 金大祖主席留学瑞士的 总懂英文吧 他不懂难道国家没有人懂英文吗 好 写信 于是我就把我的信翻译成 英文 承办人一看 你要写给金正恩 我说是的 他说你笑的啦 你写给金正恩 哪有人在笑好金正恩 我说你不要管 因为我们都很熟 你不要管你带我走 他就经理座后面 经理听到金正恩 大家都素耳朵在听 经理啊 我们敢有法度驾驾驾驾 没有人走过呢 手機訊息 韓文我就知道 銀行存責 然後你的身家調查 你的工廠資料 還要寫一份自傳 我心裡面想說 這個怎麼寫 我的身家也沒 我總不能告訴他小時候混幫派吧 那時候這邊又賠錢賠得要死 銀行存責也很難看 自傳也不行 存責也不行 唯一剩下就是工廠資 製造 我就說好吧 我就把我現場拍一拍照片 把我的工廠登記 然後就寫了一封信 我說我是基於人道的精神 才去北韓願意教你們 而且我是自費 假如你們歡迎我去 我就去 假如你們不歡迎我去 那就此作罷 2015年底 到朝鮮台灣交流促進協會 正式邀請函 金正恩清點進入北韓 交養龍蝦 陳家富開心歸開心 可是單槍匹馬太冒險 找了一起研發龍蝦養殖技術的 香港海洋公園水母館前館長田曉 一塊去 剛好我要去的前一刻 這個中國虛餘縣也就是 每年辦國際龍蝦節的那個 縣委書記 來參觀我的場 我們就聊到這一段 他就說 那我們中國派一個官員 陪你一塊去 你比較有保障 我心裡面想 完全對 完全對 我說好啊 你說他們就派了一個孫博士 就跟我一塊去 拍板定案 陳家富 田曉 孫博士 三個人一起前往陌生的北韓 臨行前 好友陳生 特地寫了一首歌 送給他當劍兵 陳家富 難道你不知道 金日成的日本廚師被綁架二十幾年嗎 難道你不知道他的那個 舅舅被炮刑嗎 他說 他說 但你不願意 我說 你會很難 飛去不可 一輩子跟誰都喝過去 各種類似的我們幾乎都喝過去 就是沒有跟北韓的客戶喝過去 我非要去喝喝一下 陳生講話很淡定 他說 我們現在來錄影了 嗯 其實我覺得那個氛圍 大家都有一點點的隱憂 多多少少都會 你在那個時候 你還沒有辦法 像現在坎坎而談說 啊 絕對可以安全的回來 沒有 還是會有點隱憂 所以那個氛圍小孩子 是感覺得到的 我本來就是滿興奮的去錄一次 然後我在那邊看看看看 然後直到爸爸媽媽坐下來 談話的時候 聽到陳生主說 可能你去養成功 你就回不來了 啊你去養不成功你就斃了 我就嚇到覺得 爸爸會真的回不來嗎 會不會失去爸爸 沒有人幫助也不必在乎 只要你喜歡就去做吧 然後我女兒哭的那一刻 我也突然就掉眼淚了 因為那個壓抑是平常就在心裡面的 那突然那一刻我就 我就哎 我也紅了雙眼 你要去突破你自己的人生的一個大勢 可是你還是會有一些風險 這個家夫是真的瘋了吧 放著台灣好好的生意不錯 何必自投羅網 他難道沒有聽過有句話是說 半君如半虎嗎 但陳家夫這個人偏偏就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形 而正所謂是附罪險中求 於是陳家夫呢 他就展開了這一趟奇妙的旅程 請你到北京朝鮮領事館 打一個電話就好了 於是我就那天下著雪 我們一行三個人 我還有香港的田小 還有中國大陸 剛好我們這三個 剛好是兩岸三地全有了 而且都是專家 去 我就在門口打個電話 後來就出來一個 不可憐全身的那種軍服 走來 你是陳家夫先生嗎 我是護照 15分鐘 啪啪啪 又又 因為那天是禮拜六 所以他大使館門沒有開 啪啪啪 又走出來 簽證 拿去 我說謝謝 下著雪的北京很冷 北韓會更冷 又是個陌生充滿未知數的國度 陳家夫戰戰兢兢 太太送我送到北京 他就是 就差沒有寫一封 與夫決別書 所以五天四夜回來之後 在北京相見 2015年11月9號 他在北京機場搭上中國航空 前往平壤 展開北韓冒險之旅 我過去坐飛機 他們都是旅遊 洽工 不外乎這兩種 去北韓的都很貴氣 俄羅斯人都穿貂皮 對 因為他們那裡本來就很冷 我去的時候是冬天 所以你看到都是貂皮帽 貂貂蹄衣 不然就是很好材質的那種 尼容大衣 然後北韓人穿得更是豪華 在北韓可以出國的人 絕非等賢之輩 看看整個飛機最寒酸 就我們這三個華人 是我一輩子看到 飛機裡面穿貂皮大衣最多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經常出國出差或是旅遊 陳家夫搭飛機家常便飯 但是這一趟心情大不同 北京去那個平壤很快 大概40分鐘吧就到了 那飛機上想接什麼 想在想接什麼 會有一點點的莫名的擔心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發生 所以我才會這麼禮貌 我的態度我都想好了 很禮貌很客氣然後自費 然後給他們一些新的嘗試 我想這個還不至於導致我被抓去關 還不至於 假如真的這樣子的話 也是老天的安排 就當作另外一個體驗 看這麼開喔 我這個人看滿開的 飛機上有沒有喝個起飛來 安靜一下子 不要 我一下飛飛機就指責他們 那個特務罵說 你這個混蛋挖挖 那就還沒 事情還沒成就這樣 千萬不要在酒上喝 對對對 反正要保持很清醒 40分鐘航程 腦中千頭萬緒 飛機落地停機坪 所見所聞 和陳家夫熟悉的台灣 很不一樣 這裡是我居住的地方 恆春機場 其實平壤的機場 跟這裡大小 事實上是差不多的 建築物也差不多 但是咧 最大的差別 你看看 恆春機場 它是 老照片說故事 可是要是到了平壤咧 很肅殺 對 它就是完全在宣導 就是政治的 就是領導人的偉大 然後其實領導人的偉大 平壤的差別 就全部的書籍 說不定的標語 都是在歌頌領袖很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國發差異 機場裡面就一架 有他們掛著北朝鮮的飛機 然後下去通關 都是很簡單的 就也 然後當然X光還是有 但是我進去他也沒有檢查 就讓我過 機場大廳也是有 但是就就是沒有Money Chain 他們北韓必須 不准流入到外外面去的 書店然後裡面就賣一些書 然後一些畫 然後全部都是在歌頌的錄影帶 然後書也都是除了介紹北韓 就是在歌頌 反正就是歌頌 但是這也是個奇景 因為通常你看不到 一下飛機 立刻開了語界 來接機的 是一名金特務 操著一口朝鮮槍的流利活力 一下去 當地的官員可以馬上就忍出我們 就走過來 你是陳家富先生 不是 好跟我走 走就快速通關 所有的官員也知道有這麼一號人物來 爸爸就照張形式張很快 完全沒有審核 北朝鮮派了很多人去中國 是嗎 對啊 會是直接用國語溝通 全部用國語溝通 所以我從頭到也是沒有阻礙 基本上的國際禮貌他們一定有 陳先生你好 當然是很可惜 他的眼神 眼神也是告訴你說 你不要亂來 我是個特務 假如你亂來的話 我隨時可以拘捕 特務跟你在講話的時候 其他的也是這樣 就是說 老大說得對 扶克林 對 扶克林 客氣 但是 肅殺之氣也是隱含在那裡面 陳家富一行人被特務帶上車後 對方先約法三章 一路上就問了很多的話 真的要教我們養龍蝦嗎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 那我們也會問說 那我們這邊有沒有什麼禁忌啊 他說 不要亂拍啊 因為他讓我帶手機進去 算是一種領域啦 他們最忌諱就是 他們隨時可以看到軍隊在儀房 他說這個你絕對不能拍 你不能夠拍軍人 幾乎他只講你不能夠拍軍人 不可以拍跟軍方有關 譬如說車子 軍營 軍人 武器 都不能拍 你講到金正恩 他會自己說主席 或者是大元帥 他會自己幫你講 就告訴你說 你要講大元帥 請你在金正恩後面加大元帥 主席 偉大的金正恩大元帥 後來我已經不用他們暗示 我自己就會講偉大的金正恩主席 偉大的金正恩元帥 金正恩之後 畢家大元帥 成了反射動作 必須尊重偉大的最高領導人 話得好好說 同時有一個國家的名稱 千萬不免體 就是不要提到 任何跟美國有關的事情 對啊 但是我在 我在那個信裡面 我有問他說 請問我的壁紙要帶什麼去 他們說要帶美金去 這個人還是有點現實上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美方這個東西 跟他們來說是這樣子 對 因為美方透過聯合國 給他們做經濟制裁 所以他們非常的痛恨美國 但是他們的態度是這樣 因為後來跟他們很熟了 他們說 你在我們的國家前面軍演 難道我一定要跪在地上 叫你爸爸嗎 而且他們全國都是這樣做 對啊 同仇 你看 仇惡是一種民族態度 對啦 對啦 現實歸現實吧 確實在那邊看到很多美國企業 包括和樂啦什麼的廣告 你也看得到英文 可是我覺得他們有一點讓我感覺 是即將要開放 我已經嗅到那個要開放的感覺 他們也讓美國去觀光 他們現在也開始開放觀光 他們也很想企圖打破這個僵局 頭一次到北韓什麼都新奇 油車河途中看見馬路兩旁 大樹高聳 高樓大廈林立 第一站陳家夫三個人被帶往哪裡呢 現在去哪裡呢 他說先去敬見我們偉大的金日成 先去獻花 我說好去 那就去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嘛 就幫我準備了一束玫瑰花 那只有一束就我捧著嘛 他們就在那裡看著 我們三個人就規規矩矩的 然後孫博士就用很小的跟我講說 去到那裡要幹嘛 我說獻花碗鞠躬啊 然後田小就說舉幾個 我說三個 於是就 大家很敢忘動 對啊 然後就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然後向後轉 然後走過來走 看到他們就 就是一副理所當然 應該的 這是我們的本分 你要鎮住那個氣場 當然就是 很好很好很好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你們 走了 好 謝謝 一路上游車盒 宛如劉姥姥進大觀園 什麼都新奇 但車離開熱鬧市區 一路往郊外 原來北韓安排他們住宿的飯店 就在均營裡頭 飯店裝潢以白色為主 空間寬敞 整潔明亮 頭頂到處是水晶燈 顯示氣派豪華 但整間飯店空蕩蕩 除了服務人員 沒有其他客人 晚上就進那個飯店 進飯店我嚇一跳 太華麗了 整棟就只招待我們三個人 然後裡面的服務人員 全部至少都會三國語言 長得都是腿高都很漂亮 但是沒有人敢跟你做任何的交談 招待貴賓不能馬虎 房間內大浴缸雙人床鋪 電視設備已應俱全 晚上還設宴款待 一直介紹我吃他們北韓的冷麵 那麼冷麵就是冬天還要吃冷麵 然後還要一口酒一口麵 那個蒸鹿酒 就這樣子 一口酒一口麵 一口酒一口麵 然後他們那裡物質比較缺 所以上面的料不多 幾乎全部都是蕎麥麵 涼的冷的 對 全部是冷的 酒過三巡和開樂唱起卡拉OK 北韓人對鄧麗君的名曲也不陌生 第一次交流 大家都喝多了一點嗎 我這個人天生就愛開玩笑 開玩笑 那時候那個孫博士我跟他也不熟啊 我心裡想說 跟我來是要看看我的養殖法吧 間諜 結果 酒喝多了 我就跟特務在聊天嗎 我就說 欸 你知道這個孫博士是誰嗎 我說誰啊 孫博士啊 我說我告訴你 他是中國派來的間諜 對 這話一出喔 全場本來大家個人聊個人的 突然就這樣 其實大家在講話都在看我跟特務在聊 因為我們兩個是主主角 我看到那個我也傻了 我心裡想說 糗糕 家夫你出問題了 再來是那個孫博士全身發抖 他拿著酒抖 抖 因為他是文革出來的 他知道這個件事情有多嚴重 因為我們在去北韓的前兩天 剛槍斃的兩個監諜報上數 而且是中國監諜 你不要亂說話 你不要亂說話 騙了 大概吓出一身的冷汗之外 整個臉是蒼白的 間諜兩字 觸動被韓特務最敏感的神經 歡樂熱鬧氣氛 頓時凝結 那個特務的表情 全部不要剩 就是剩下他 手插著腰 冷笑 對 哎呀 大家都在找 找業績啊 找工作 這下功勞大了 抓到個堅鐵 開玩笑 連身三級啊 幸好我那個 香港的那個田經理啊 很天笑 反應非常快 馬上站起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喔 我老闆喝醉酒就是喜歡開玩笑 不要提搭的 接下來動作是 把我直接纏起來 往房間走 直接一架走 架走 我也就趕快跟著走 我也不想在這個場合 繼續混混下去啊 那就走啊 走走 到房間喔 把我 是把我往沙發上推呢 我是 我是他老闆耶 直接 我告訴你 你會害死人啊 你會害死人啊 這會出人命啊 隔天 陳家福很早就醒來 儘管飯店周邊 環山面海 美景當前 他卻一點賞景心情都沒有 掛心著 說錯話 踩了紅線 會不會 回不了台灣了 我一看到他 誒 特務長 沒事沒事 這件事情 久後講話我不介意 他先卸了我的心吧 因為啊 技術還沒交給他 要是交完他 後果可能不一樣啊 真是鬆了一口氣 陳家福和孫博士幾經作物坐下來 大家拍張照 前嫌盡視 接著趕快前往養殖場 展開這趟行程 最重要的任務 就進去一個軍營的 外面就是軍人持槍這樣子 那我也習慣 因為我住的賓館也在軍營裡 進去我就看到在那個山頭上面 有好幾座那種圓形的建物 每一個建物大概是兩千坪 哇喔 有大概十幾座有 那我就很震驚 因為我從事養殖業這麼久 我幾乎沒有看過這麼多的室內養殖場 然後一去 哇 就是他們的幹部就列隊歡迎嘛 外面本來很冷 一進去完之後 馬上進入到常溫28度 常溫28 8度 然後我旁邊那個孫經理就跟我說 家父這不是電力喔 這可能是核能 核能發電始終是敏感一疲 北韓冬天天寒地凍的 大同江養殖場那麼廣闊 溫度濕度控制得宜 還有不斷電系統 看得出北韓為了發展養殖業 多麼積極 可惜金正恩大元帥最在意的龍蝦 卻總是養不活 就是水蛙 烏龜 那大概就是養這兩樣東西 然後有一點很清楚的 看到是說 從環境到裡面他們都打掃過 那個打掃的痕跡都還在 就好像我們小時候督察要來了 所有的學生就要全部去打掃 你很明顯的 然後他也把這個我們的會議室 擺在外面 擺在外面我就覺得說 我說我們為什麼不到會議室 他就去談 他說會議室還在裝潢 任何不讓你去的地方 他都說在裝潢 面對貴賓依然謹慎小心 北韓保密防碟 生怕洩漏任何情資 陳嘉賀和田曉 坐在被安排好的位置 拿出資料解說 在室內怎麼樣可以做垂直的養殖法 控制水溫 控制微生物 控制礦物質 我就把這一套技術放映給他們看 我告訴他 在室內你要增加養殖面積 跟數量你必須要這麼做 那你也知道北韓最出名的風格 就是拿著筆操 你不管誰在講話旁邊就是有人拿著筆操 就看大家都拿著筆在那邊操 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像個手掌 就也很驕傲 因為只有我坐在那裡 下一頁 我們現在的養殖方法已經跟 我們可以用塑膠瓶來養 問的問題真的很少 因為他們不敢問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完全打破 養殖法的一個技術 他只問了一個 那水質怎麼控制 當水質不好染病了怎麼控制 因為我是完全每一隻是獨立的 我說那就把它水倒掉就好了 他們一聽也覺得很有意思 而不是去控制整齒的水 養殖龍蝦技術對北韓來說 夢寐以求 農業部長親自來接待陳家夫一行人 假如我給你這一個場的話 請問你可以給我 繁育多少蝦苗 我就稍微算了一下 我說那個至少一億隻吧 可能會到兩億隻 這部長一聽眼睛一亮 我跟你講不是只有眼睛這樣 連鼻孔都張大 就抓著我的手說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合作 我說我們現在就再合作了 他說謝謝你 我不騙你 那部長抓著我的手 足足有半小時 不肯放 就不肯放 他彈什麼就是握著 彈什麼就是握著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或許對他個人是一個很好 很棒的一個業績啦 一個表現 北韓表面上面是開放觀光 但是觀光客呢 永遠只能夠看到樣板經典 陳家夫他身為金正恩的貴賓 他提出了一個要求 他說他想要去孤兒院看看 你覺得他最後去了嗎 陳家夫原本沒打算待這麼久 但是北京或瀋陽非平壤的班經 都是週六出發 下週三回程 最快就是五天四夜 既然走不了 那就把握難得機會 當個觀光客 好 根據上面寫這兩個 一體兩個字 這個流行大字 這個字就是高4.2B 長3天吧 第三天就是主體思想塔 我們是三民主義啊 他們是主體思想啊 主體思想就是以人民 為主的一個團體思想啊 這叫主體思想塔 他們有主體思想塔 很高的樓 裡面可以去參觀 可以買一些藝術的雕塑啦 銅雕啦 國畫啦 主持人韓文說得激昂 但仔細聽發現了嗎 表演音樂是美國迪士尼 小美人魚的主題曲 一向醜美的朝鮮 竟然使用美國的商業歌曲 下午就是去海洋館嘛 去看一些海洋生物啦 去看他們一些表演啊 技術真的是很好耶 他們就抓著一個這樣子 那個什麼上面懸下來的布 可以這樣把你調到半空中 還要做特技 我覺得那真的是 技術真的是太厲害了耶 我真的覺得他們喔 那個空中飛人喔 他是要這樣子盪鞦韆 然後抓 太精準了啦 真的翻三根的那個太精準了啦 太厲害了啦 對啊 我跟你講他們一百一頁 你就回去看 那個中國 五十年前的樣板時代 就是那樣子啦 對不對 他們還活在那個時代 所以他們的表達就是 他們覺得這樣子的表達 那是最得財的 我坐的位置都是 金日誠做的位置 就這上面都還有寫啊 金日誠位置專用 就是他們招待貴賓 最好的一個禮遇啦 所以你往那邊一坐 第一個我走到哪裡 旁邊都是特務嘛 你往那裡一坐 所有的觀眾就全部在看你 我就差沒有這樣子 因為想到你這樣子 可能就被招一槍斃了 就算是國家級貴賓 什麼能做 什麼不能做 還是要有分寸 接下來幾天 都是北韓安排好的旅遊景點 我來介紹一下 那個是更低的 里 旁邊是那個低的 那家 在中間的房間的房車 這個是屋的 這裡是前最高領導人 金日誠的故居 北韓人民的大元帥 就是在這裡出身長大 就連他喝過的水 對北韓人來說 都很神聖 這剩水 革命的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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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讓北韓人引以為傲的 還有地下鐵 當然不能錯過了 快一點 不好不好 不好 長長水扶梯看不到盡頭 直通地底 飛韓地鐵極為乾淨 但處處充滿愛國情操 內捷車廂上掛著金日誠 金正日銀像 給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我不相信50年前可以 地下100公尺沒有做空鐵 而且是電扶梯 然後當然他們的車廂比較老舊 我覺得人民就是所謂的安分守主 你把假如稍有年紀的人像我這樣 就是你回到四五十年前的台灣 大家安分守守己 做好政府給他的責任 北韓特務帶陳家夫參觀的 不是紀念遺跡 就是宣揚國威的特定觀光景點 陳家夫大膽提出要求 我說很抱歉 我可以去參觀你們的孤兒院嗎 我想幫台灣做點國民外交嘛 對不對 朝鮮沒有孤兒 我說喔 朝鮮沒有孤兒 那我就接著問我說 那請問你們的失業率怎麼樣 朝鮮沒有失業率 我說那有遊民嗎 朝鮮每個人都配有法治 看醫生都不要錢 從小到大的教育全部是國家粗 這就是我們共產主主義 我說喔 當然啦 應該講是是是是 是是是 我說那可不可以去參觀你們的百貨公司 他說百貨公司很多 但是都還在中華 哪都不讓去 最後被帶往超市買場 消費全部用美金 對啊 就是你可以去買 然後用美金是可以的 你可以買觀光幣 那個在機場裡面再賣 只能觀光幣 但是人品真正在使用 是是是 那我很想買他們那種服裝 包括徽章 徽章沒有在賣 因為所有的徽章都是主席送的 你有什麼公機才送給你 所以你看他們每次都帶一大堆的徽章 這個就是他的履歷 就徽章越少的人越沒地位了 也不能買他們的服裝 我想不能買他們的服裝 很簡單就是怕被滲透嘛 嚴謹的北韓特務 時時刻刻戒備著 回顧這幾天下來 特務們總是竖起耳朵 睜大眼睛 檢視著他們三個人 我後來連續住幾天我才發現 他的門從來不關了 那他在做什麼 他就每天在看我有沒有出門 就正對你的房間 他的房間就是我房間正正對我 門開著就是他房間 他門沒關過 從來不關的 從來不關 他就是在監視你 他的工作就是監視你 查你到底是來幹嘛的 他們跟著是擺明的跟著 他不用暗暗的歌 他就是在你旁邊 只是他們 你講話他們都很仔細在聽 就是你的言外之意是什麼 是不是在這個標準裡 每天神經緊繃 神怕說錯話做錯事 直到第五天 從平壤飛北京的班機 下午4點20分就要起飛 可是陳家夫沒有因此放鬆星期 是到飛機起飛 大概飛了半小時 確定已經離開朝鮮之後 我整個心態 阿彌陀佛阿娘威 確實是滿緊張的啦 直到這一刻 他的心裡才真的 終結這五天四夜的 被寒冒險機 爸爸真是很成功 而且也很平安的回來 我就心中石頭就掉下去了 我覺得他給很多身邊的朋友 可以有做夢的勇氣 因為其實夢想是無邊無際的 那其實能不能到達 就看你敢不敢做 那他這個引動力很強 回台後 好幾次接到北韓 邀約投資 叫我去投資他們的礦 什麼的 那還有再邀請你回去 他們的養蝦場或什麼 有啊 後來他們邀請我去我不去 曾經寫信給金正恩的 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俄國的普丁總理 一個是美國前總統歐帕馬 所以假如照這個理論下去推演的話 那陳家夫在下小弟我是第三人 謝謝 養龍蝦 養出心得 勇闖北韓教養殖技術 陳家夫為自己的人生在天傳奇話題 歡迎回到台灣启示录 我說沒想 陳家夫說呢 在這個世界上面 只有三個人寫信給金正恩 他是第三個 而他的展示呢 是其來有自的 那時候的歌曲秀非常的盛行 所以好的歌星每個地方都在搶 都在搶的時候 馮容蝦是藝人都會應付應付 好啊好啊好啊 可是你講好啊好啊 你講完忘了別人當真了 所以他就有一次應該到高雄表演 而沒有去 讓地方人是非常的高興 對啊 所以就警告了他一下 然後他就是需要被保護 然後我就是保護他的兒人 當時陳家夫年輕氣盛加入黑幫 成了藝人保鏢 會走上江湖 是因為從小有自閉症被霸凌 結果反而都用拳頭解決事情 小的時候因為不善於溝通 然後又不服輸 所以我就從班級小霸王 變成校園小霸王 國中就讀了八年 換了七個學校 因為好鬥成勇 加上一些小聰明 然後就 會跟黑社會有接觸 除了高雄藍寶石大歌廳 7080年代歌廳秀全盛時期 台北好幾家大秀場 陳家夫表現好被大老闆重用 那時候我的老闆 蔡成輝先生把東王西餐廳 台北那時候是台灣最大的業種會 買下來 自然而然我就成為那裡的節目部經理 就讓我正式踏入到這個行業 那時候 我們公司叫中華製作 中華製作它同時擁有你我他雜誌 我又擔任節目部經理 所以很多的藝人都願意跟我們簽 歡迎收看黃金拍檔 黃金五虎就離敏南張飛 那就一定是了嗎 那 雲天是我們東王的股東啊 雲天李雅皮也去試啊 那你就想這幾個人拉來的藝人 有多少個 我們是台面上的大人 江慧也是啊 江慧 江淑納剛出道的時候也是啊 早年演藝圈蓬勃發展 陳家夫有權有勢 每天過著燈紅酒衣的生活 工作就是負責下秀之後 請他們去吃宵夜 吃宵夜大家下了檔都放輕鬆了嘛 一定就喝酒 所以我就是每天在吃飯喝酒的一個人 陳家夫幾年後學會潛水 愛上海裡的美麗寧靜 背起行囊到東南亞旅遊 移住舊室三年多 錢花得差不多回台灣後 愛上美麗的墾丁 做了橫村半島第一個露天酒吧 叫做金炭 然後生意相當的好 就買了墾丁的第一艘帆船 跟李基睿先生買了一支吧 就把小時候的夢想在這裡都實現了 然後過了三年膩了 重回職場 陳家夫擅長休閒產業行銷 幾年之後又懷念起肯定的美 金華城 月美 然後永鋒站 都擔任創意顧問或創意總監一次 然後又膩了 非常想念肯定 鐵哥撞出了榮翔鎮 小心翼翼的調整如火的大小 誒 這裡不是肯定難彎嗎 原來榮翔在肯定賣起了包子 然後我就找到了一個很會做包子 叫做小杜 我去試吃他的包子 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說 來 你把你的包子都賣給我 結果剛好又接到榮翔的喜貼 上面就寫天作之河 我說糟糕 這也是老天給的 找一個這麼胖的人來賣包子 這個是天作之河啊 那時候在肯定有史以來 也是第一次找藝人來這裡經營的 所以也造成了一個旋風 然後剛好有個機會 我就跟我永鋒站的何董事長講說 肯定有一塊很漂亮的地要賣 回去考慮完就說好可以他買 他買我就跟他講說 那這個案子 我們要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他說那就由你來主持吧 這一段的過去 還曾經被派成 我在肯定天氣氣 那個豆島就是煙火這個人 我們只需要在肯定國家公園裡面 再開一個飯店 他自己也嘎上一腳 戴墨鏡 花襯衫 入境 飾演 大地主 戲如人生 後來陳江夫在恒春開了一間民宿 主打平價和人情味 希望大家體會旅行的意義 原來我只要稍微用點心找一下 我花這麼少的錢 就可以得到這麼好的價錢 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他無形中就是在做財務上的一個規劃 在肯定二三十年 開民宿賣包子 也開過建設公司蓋房子 進入龍蝦養殖 又是一場冒險 當初會買這塊地 完全都是老天的安排 我本來在做房地產 結果當初這塊地要法拍 我一來看我發現四面環山 這個是太漂亮的一個地方 不自我設限 做好評估就大膽放手去做 這也就是為什麼 陳家夫會毛遂自建 到北韓交流龍蝦 這好吃耶 你們有吃金主席的龍蝦鱗魚麵嗎 有 自家養殖的新鮮龍蝦 烹調後成為陳家夫餐廳裡的招牌料理 客人在游泳池盼 賞美景 吃美食 真是一大享受 通常你要到五星級飯店 先花七千八八千住一個房間 在游泳池邊吃一碗 四五百塊的牛肉麵或義大利麵 我覺得人生而平等 那沒有錢的人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打造了一個池邊的餐廳 其目的也是希望 大家來這邊開心一點 不要花太多的錢 他也是我的鼓東 我們這裡就是 大家一起要退休的一個地方 一直在問自己說 為什麼老天 每次到了一個關卡都會幫我 我後來找到一個原因 我覺得我的起心動念都很好 就是我沒有那麼多的詩欲 我都是希望讓人家去快樂 希望你不要花太多錢 得到你應該要的 我希望你成長 回首過去 一筆筆的特殊經歷 勇敢追夢 成就了陳家夫的精彩人生 因為我從小的個性叫傑傲不尋 所以我就天生不太抱歉 其實我很希望 當你們有一些想法或夢想的時候 你們可以勇敢地跨出這一點 失敗的經歷會很大 你必須在你這次的失敗裡面 去尋找成功的養分 所以因為這樣子 你就會懂什麼 叫失敗為成功之路 所以我們看一下 poured妳再火箱 這次是個影響 今夜 我給我哉 我看不見 我親眼裡 在等於讓我走 你來不見 你那個人 你也想想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